请您回来 青大夫 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才男性来 从你现在的体质和检查的各个指标来看 你怀孕的可能性非常小 你怀孕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鲸太夫 您怎么别这么说呀 因为你体内的染色体少了一根 所以怀孕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即使通过人工受孕的方法 也非常困难 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些困难 除非有奇迹 不是 金大夫 您看现在医学科学这么发达 您又是有名的金胜手 总会有办法的对吧 我还这么年轻 您不能这样就判我死刑了 千分之一的概率 也要努力一下呀 我愿意人工受孕 多苦我都受得了 我是个女人 这没有孩子不等于要了我的命吗 是吧 金大夫 安心 你先别着急 我能不急吗 你跟于晓强已经有孩子了 我们结婚能没孩子吗 你们跟于晓强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前妻 原来是这样 你们俩呢 回去想想 如果接受人工受孕 那这过程 将会是非常非常的漫长 而且简直 即使成功 也要靠运气 你们俩啊 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再来 好吗 好的 这什么金胜手也是 余小强在他这看病 他能看得好好的 怎么到你这就不行了呢 你说我就说我 你别总提余小强好不好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我的生活里 老加着一个余小强呀 你说话讲点道理好不好 我们俩认识出 我和余小强还没理会 现在是当时吗 我就是不爱听 我心里反省吧 我还烦着 我现在满脑肚打官司的时候 只要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我都得把这官司打了 我一定把孩子得要过来 难怪人大夫说我只有千分之一 希望怀孕的时候 你无懂于衷呢 在你心里那毛毛 是比咱们的孩子重要 是不是 停车 停车 你弄什么呀 你怀不上孩子 你拿我撒什么气 什么叫拿你撒气啊 刘光耀今天我不去公司找你 你根本就忘了我要看医生的事情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为了争夺毛毛 打官司的事情 你关心过我的身体吗 不是我怎么没关心你了 你说现在这事不就明白着的吗 你怀上孩子了 对吧 我可能对毛毛的关心就不会那么多 也不也不会 也也当然还会关心 所以你把我的脑子都弄乱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没说说不清楚 吴德鲁 不是让我给说乱了 是你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 这么多不这么个男人 如果给你个女人组多 record 我会变成这样子 我一直在筷子里 我真的要帮你 再换你了 你跟身体一样 我看着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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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想看看 如果老刘知道我在超市偷东西 被抓了 他会不会觉得丢人 他会不会心疼 想我蓝心是多骄傲的一个人 没想到我会落到这步田地 你也太傻了吧 我不知道你跟老刘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害自己吧 我不在乎 我现在就想知道 谁还能真正地在乎我 他们没有一个人管我 满心都是毛毛 我生不出孩子被他们判死刑了 知道吗 生不出孩子也不至于是世界末日吧 谢谢你 谢谢你还能对我这么深 你少喝点吧 老板倒酒 谢谢啊 inm城 雨 你不知道 THERE 你哭得担心 我的股意 我要满心 他的牙特 是 大概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点 小心偷 师傅 麻烦你啊 把他送到这个地址 他喝多了 你不送他呀 他都喝成这样了 万一出什么事我可担不起 你要不送他就让他下车吧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这是怎么了 他喝多了我怕他出意外 所以把他送回来了 你还喝酒了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喝酒呢 我没喝 你让他好好清清酒吧 等等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弄成这样子 我能把他送回来已经很负责任了 你想知道什么 等他醒了自己问他吧 走走走 怎么不这样呢 嗯 怎么把他送回来 我到书房睡去 回避解决不了问题 我问你 你为什么会和报家明一起喝酒 还让他给你送回来呢 我不记得我和谁喝酒了 我不记得我和谁喝酒了 我头疼 等我清醒了再说吧 你是该好好清醒一下了 妈 你们回来了 妈 你们回来了 太好了 正好 来 妈 老刘 你们看看这个 喜欢哪个 这是什么 我今天去了一趟福利院 我看这几个孩子不错 你们一起来看看哪个好 你等等等等 雷夕 你想干什么呀 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我暂时生不出孩子 不如我们先领养一个吧 你们看看喜欢哪个 蓝心哪 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妈 我是想给您抱个孙子 我怎么会想气您呢 你一开始就糊弄我 你能生双胞胎 你现在一个都生不出来 我也不要求你 我已经有孙子了 你就别添乱子了行不 妈 您别嫌我说话直啊 那孙子您要的回来吗 我看够呛 当然也怪我 过门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给刘家添个孙子 所以我就想啊 不如暂时先领养一个 一 能证明我是个好妈妈 二 这孩子一进门 就能管老刘叫爸爸 省得天天听着老婆 不会闹心 第一 我不需要你证明 你是不是个好妈妈 第二 毛毛总有一天 会喊我儿子爸爸的 来 谢谢 你真的去个福利院吗 骗他们的 那些照片都是网上荡的 我就是气不过 我想看看他们什么态度 那结果呢 当场翻脸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们想要回孩子 主观愿望并没有错 你说你 你要是能大度一点 把毛毛当成你自己的孩子 那说不定你老公跟你婆婆 怎么可能对你另眼相看呢 怎么可能啊 我算是明白了 在他们这个家里啊 生不出孩子 就永远没有地位 做他们家媳妇真倒霉 那这样吧 再去找于小强试试看 找他干嘛 让他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天方夜谭嘛 谁让你去说这个了 你不是跟我说 于小强现在是他们 妇产医院的什么什么主管吗 我听说啊 他们那儿有国外一流的 妇产科医生 说不定柳暗花明呢 我不去 你为什么呀 那金圣手不也是于小强 介绍给你的吗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不怀好意 想在全世界人面前宣布一下 我生不出孩子 他生得出来 故意出我的丑 别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按你这么说法 那于小强是为了看你的笑话 把金圣手介绍给你 那万一金圣手把你给看好了呢 他不就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怎么会呀 正合他意 我要是生出孩子来了 老刘就不合他 争夺王洛的抚养权了 这不也正合了你的心意 怎么在外面呀 进去坐吧 不用了 你答应见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你能主动来找我 一定不是什么小事吧 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喝多了 是报家明把我送回去的 喝了那么多酒 也不知道有没有 说什么过分的话 我想请你帮我转达 对他的歉意和谢意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家明回家都告诉我了 你不是专门为这件事情 来找我的吧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 谢谢你不计前嫌 给我介绍了金圣手金医生 非常感谢 看得情况怎么样 金医生怎么说 基本判死刑了 真的吗 这个忙我也没能帮上 是我自己运气不好 可是 我还是不甘心 今天 我是想来求你 好人做到底 我听说你们医院有很多专家 还有许多外国专家 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好吧 我想一想吧 我联系好了给你打电话 谢谢 大星小姐 大星小姐 我不能保障一定可以怀孕 但是我已经我最难努力 我希望你能配合 我一定配合 你首先要停掉所有中药跟西药 在救试管业之前 你要做个净亏的治疗 前期的检查费用会比较昂贵 你能接受吗 大夫我接受 多亏我都接受 好 尤酒馆送离其他的亲属啊 是吗 他真的说我是他的亲属 难道不是吗 他的前夫是我现在的丈夫 不知道这算不算亲属 很奇怪是吧 没有 只是有点意外 当初他离婚多多少少 都有我的原因在里面 这点我不避讳 你看放心 我是医生 我有技业道德 这不会影响我对你的尘断跟治疗 我还不会过问你这些生活的 有你陪着我真好 咱俩多久没有这么一块 游行得过周末了 赖我老忙 以后有功夫我还是多陪陪你 行 冲你这态度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那得了吧 那大周末的把我妈一人扔架也不好 咱还是回家吃去吧 行 那个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了 那 我去找过于小强的 找于小强 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想让他帮我推荐一个他那儿的医生 你没事吧 你明明知道人家笑话咱们 你还找他去 你不是给人家添笑料吗 什么叫笑料啊 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国来的专家 我都去看过了 人家说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配合一下物理治疗 生孩子还是有希望的 有什么希望 美国专家怎么了 你现在是身体里少一个染色体 他能给你安上 我就是一心一意想要个孩子 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是我话说得难听 还是你做的事丢人 好好好 安静 好 对不起啊 刚才话有点过 上车吧 话都说到那份上了 我还赖着你干吗 什么叫赖着 你干吗呢 咱回家努力去吧 为了咱们那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吧 走吧 你站着 你嫌我了是吧 你现在嫌我少看染色体是吧 当初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呢 你太可怕了 我可怕了 我可怕了 安静 当初是谁叫嘟嘟到咱们家来的 告诉我余小强给我戴绿帽子 告诉我那是她和报家明的孩子 谁让我离得婚 谁害得我到现在连亲儿子都认不了 让人家管我叫老伯伯 我们老刘家的事都是谁害的 你不可怕 你不可怕 刘光耀 你不配让我给你生孩子 见你的规矩 什么 你要跟刘光耀离婚 你疯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爱一个人 与和她生活在一起根本就是两码事 大梅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她了 我跟她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可是蓝芯呢 这离婚不可以这么随随便便说的 你总是说离婚离婚 那说多了就变真的了 真的就真的 想我蓝芯是个多骄傲的人哪 你知道我 我现在每天 跟婆婆跟丈夫 为了一地鸡毛的小事 斤斤计较 这样的人生没有希望的 蓝芯呢 你要知道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既然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你就要面对就要解决 逃避不是办法 我后悔 当初真不应该为了所谓的爱情 去介入别人的家庭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我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 啊 可哪来那么多如果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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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 麻烦你帮我劝她 谢谢 我不是帮你 是帮她 她很爱你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被明天打横班吧 我改签了 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 我这下午才去 上午妈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 最近跟孩子处得不错 还行 儿子管我叫爸爸了 祝贺你啊 到底是自个儿子 这血缘这东西太奇妙了 走 咱上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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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好玩吧 你准备让孩子住过来了 都在家住两天了 俞小强同意吗 他都没同意 他爸同意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想过呀 我觉得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 当初抚养权的事 你不是也没意见吗 两码事 哥儿 现在你要他进来跟我们睡在一起 那我们二人世界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你看 毛毛一星期只来咱们家一天 就在这儿睡一晚上 其余的六天 咱俩还都是二人世界啊 可是他睡在我旁边我受不了 有什么受不了的 你说孩子来了 我得跟他亲近亲近啊 那行 他可以来住 但就是不能住在这间房间里 那你让他睡哪儿去 家里这么多房间随便他睡哪儿 他这么小 你让他一个人睡在客房 那让他跟妈住 跟妈住 妈那么大年纪了 本来睡眠就不好 他们俩睡一块我能放心吗 那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这样可以吧 以后你儿子来了 我去睡客房行吗 兰心 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你说这么点事你至于吗 我至于吗 我旅游提前一天回来 你问过我为什么吗 我这现在在外边吃得好不好 住得好不好 有什么问题你问过我吗 打我一进门 你就孩子长孩子短 孩子长孩子短的 你享受骨肉亲情的同时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好 对不起我疏忽了这一天 我先给你道个歉 以后我注意好吧 你注意 一个星期从周一到周五 你天天加班 应酬 好不容易周六周日 你又把孩子弄回来了 我问你 我没有几天能生孩子了 老刘 我和你不一样 你有你自己的孩子了 我也想有我自己的孩子 你理解吗 我理解 我理解 我们不是也一直在努力地生孩子吗 你说你怀不上孕是不是 我说心里紧张 想放松一下出国旅游 我不是也给你钱支持你吗 对不对 我那是旅游吗 我是被你们逼的 我是逃避 你不明白吗 我回来了 孩子也来了 床也来了 你不觉得你们欺人太甚了吗 你不觉得你跟一个孩子 斤斤计较吗 我斤斤计较 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吗 是的 我问你 我还有什么可斤斤计较的 你怎么回事啊 一回去就吵战 你到底想不想好好过了 你以为我愿意吵啊 我一定是在吃饭 我会把你平衡 我愿意吵啊 我一直在吃饭 我还没想到你 我愿意吵架 我学习 我学习的 我来说 我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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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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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说 我想出来工作 好啊 想去哪儿 我想回公司 我不想做一个 人人讨厌的黄脸婆 今天我已经去过公司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明天就可以上班 你能回公司来帮我 我当然高兴了 你想做什么 还做设计师啊 我不想让兰智新品牌 半途而废 我想有了自己的事业 心胸肯定也会宽阔许多 这样我就不会天天烦着你 给你脸子看了 能这么说真好 我就感激别 以前那个蓝星回来了 就多好 什么都顺着你就是好呗 这话不能这么说 我这人讲民主 这福气也不一样 什么事呢咱能商量着来 对吧 我重要跟你商量个事呢 过去天不是 我妈的骑士大寿了吗 我想在家里给她办 悦闹点 我想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把孩子也接回来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能拦着奶奶见孙子吗 我算想明白了 我再不会和毛毛争风之醋了 我不是她的对手 现在我要把我全部精力 都放在我的事业上 现在我要把我全部精力 也请你在心里 多给我留点位置 好 我回 我把我部队给大家 原谅我实话实说了 情况不像乐观 我本来以为物理治疗不对你起操的 可我发现你血疗缺少一根眼尸体 你还做过脊弓治疗手术 这个手术对你心体伤害很大 这么说我怀孕的几率微乎其微 如果你选择继续治疗 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 而且你要做好最坏的洗脏准备 对不起 我放弃 她的出场迎到了热烈的掌声 她的主持一如既往的亲切自然 没有事与太拙煽情的言语 尽量让现场的飞 你回来了 你出去了 我陪妈给孩子送衣服去了 妈想让她过生日那天让孩子穿上 我今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关机了 我去 Frankie上那了 有好消息吗 我再也不去了 这算是好消息吗 什么意思 我放弃了 我想如果老天爷坚决不让我做妈妈 我认命了 没孩子也没事嘛 你看现在好多那叫什么 宾客家庭的人 人照样生活得很好 咱们也会很幸福 那你以后不会嫌弃我吗 不会啊 放心 刘总和各位老师你们好 关于我们品牌的未来规划 我已经和我们市场部的同事商量过了 我们已经有了初故的打算了 好啊 我说了这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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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玩具都拿出来了吗 差不多都拿出来了 水果别放在这儿把它洗一洗切一切 小孩要吃的 妈 那切了一盘了 我怕早切不新鲜 那地再拖一拖 小孩喜欢爬 行 行 来 我来 看看谁来了 叫奶奶吧 叫奶奶 叫奶奶 乖了 要玩哪家 这是什么呀 这是 是小强给妈带了礼物 小强给您带了份礼物啊 你看真客气 来 你要不要吃苹果呀 要 好 来 去洗洗手 洗洗手 让阿姨带着洗洗手去 洗洗手来吃 来 洗洗手来吃 不容易呀 你看看 这都是一针一针枝出来的 妈 您看您这回过生日 拦心大也忙我好几天 我求您件事 别老瞪着他面说小强好了 行不行 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 好就是好吗 还不能说呀 是 人家对你也不错嘛 不要手伸出来啊 那枝 这枝 好 好了 你这样好了啊 你妈活到这把年纪啊 真情假意 还是分得出来的 这个呀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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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拿毛巾箱给他擦手 不小心磕了一下 你看你看 来 赶紧抱他到我房间给他擦样 来来来 乖乖乖乖 来来来来 是吗 你怎么带的孩子啊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磕到头 这要磕到眼睛怎么办呢 是 妈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 蓝星 你有火冲我来 你敢动毛毛一根寒毛 我跟你拼命 冒冒 奶奶来了啊 要吃 哎呦 哎呦 你看看奶奶 有没有叫奶奶 奶奶 哎呦 那有没有叫爸爸 爸爸 爸爸 哎呦 真是乖哟 奶奶剥虾给你吃好吗 嗯 还想吃哪个 还想吃哪个 你要吃哪个 这个 这个 好好好 哎呦 吃菜菜是吧 就是 奶奶慢点 哎呦 嗯 吃饭好不好 小心一点 对不对 哦 不要把我们的头碰到的 又烫到我们了啊 那吃个虾子好不好 哎呦 乖了 有没有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哎呦 乖了 吃饭吃得真好 真是 吃一个菜花 好吧 哎呦呦呦呦 好乖呀 再叫个爸 哈哈 给他来点豆腐 来 给他来点豆腐 来 加了加了 再喝水买来给他看 哎呦 跟你小的时候啊 一模一样啊 感觉就像昨天 你转眼哪 你的儿子也这么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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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在这儿坏酒了 睡着了 咱们那边聊去 好 我想帮毛毛开个户头 嗯 每个月的 给他存个三千五千的 当利用钱 明天帮我去办 还零用钱 他在李洪森 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留着也没用啊 嗯 钱给他存着 将来长大了 买房子 娶媳妇 我等他长大了 那房子不知道什么价 嗯 我这别墅不升职啊 嗯 将来我死了 还不都留给他吗 您 活得好好的 你说这个吗 什么活得好好的 就你那老婆啊 我迟早被她气死 你那么严重 嗯 儿子啊 你这个老婆的心思啊 我们没有人摸得透 她太神诚了 这样的女人呢 可怕 你说 你要是没有离婚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多快乐 妈 我犯得着看个孙子 还要看别人脸色呢 妈 我都走到这步了 你就别说这话了 好 妈不说 可是我要问你 你有没有后悔过 这都是命 小陈啊 快进来 进来 来 你这儿坐 坐 蓝星 你好 小强呀 好久不见 坐一会儿 不了妈 出租车就在外面等着呢 毛毛呢 在楼上跟他爸爸玩呢 光要啊 舍不得让儿子走 再坐一会儿 别忙活这个了 你到厨房啊 给小强倒一杯蜂蜜水 我不喝 我在电视上看呢 这蜂蜜水啊 对女人可好了 养颜美容 越活越漂亮 蓝星哪 再加一片柠檬啊 蜂蜜柠檬茶 片片 小强 小强 儿子在这儿呢 小妈卖了吧 妈妈 怎么又买了把玩具墙 这玩具墙 都买了好几把了 小孩儿嘛 逛玩具店呢 看着都喜欢 小男孩儿嘛 不就买枪嘛 要跟奶奶叮叮吗 嗶嗶嗶 嗶嶼妈 这个得打奶奶的 妈还买了一堆呢 你看看都在这儿 待会儿都给她带回来 蜂蜜水 小心套 妈呢我先走了啊 哎呀 再坐一会儿嘛 送完毛毛我还要去上班呢 好吧 方药 那你帮忙送一下 好好好 走 这些东西就放这儿吧 带着吧 她都喜欢 是啊 走 包包 奶奶送送 宝贝跟奶奶拜拜 毛毛要走了 奶奶好舍不得呀 妈要一个礼拜才看到你啊 妈 我回去跟家明商量一下 以后每个月 让毛毛在这儿住一晚上 真的 我没听错呀 真的吗 小强啊 这真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 谢谢 亲亲奶奶 亲亲奶奶 啊 亲亲 咱们走了啊 哎呦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把孩子被子扯了 我不想看到他的东西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 余小强和毛毛了 你没事跑到我的屋里发疯啊 我是快疯了 我快被你们逼疯了 这是我的家 凭什么于小强 只高气扬地让我给他倒水 凭什么我第三下四 像一个下人一样 我不让他们再进我的家了 我坚决不让他再踏进我家半步了 你凭什么呀 毛毛是我的孙子 这是我的房子 我的家 还轮不到你说话呢 你要是看不顺眼 你可以走 我不走 我凭什么走啊 有本事咱俩好 看谁先把谁好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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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你母亲现在还处在危险期 能不能挺过去 就看今天晚上了 我们会密切关注 我要不要过来的 咨诺 看后来点燃 咨诺 看看 我 你别担心了 我给医院都打好招呼了 妈一醒咱们就找你最好的病吧 我还请了医院最好的护工 绝对不会让妈受罪的 我请你走 郭瑶 郭 请你走 郭瑶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气妈的 我请你走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我气疯了 我不知道我说点什么 你相信我 我不想听你解释 是不是昨天 妈吃大鱼大肉吃多了 才诱发她的冠心病的 再加上见到毛毛一高兴 没错 没错 就是因为妈妈吃大鱼大肉太多了 所以才这样的 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吗 你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一直在认错吗 我也不想妈妈住院的 我 我会尽我所能地 照顾她的你原谅 你照顾她什么了 你以为花点钱 换个病房请个护工 就叫照顾她了吗 我告诉你原谅 照顾人是需要用心的 我想请问你这辈子 什么时候用心照顾过别人 我用心了 我真的是用心的 什么叫用心哪 只有于小强算用心 对吗 我知道 现在在你们心里 她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她确实比你好 我承认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 我不说 但至少她懂得什么是孝顺老人 她对我妈妈像亲人那么好 如果这件事情换成是她 她绝对不会阻拦我妈妈 去见她的亲孙子 她现在站在这儿是我 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 陆光耀 你赶我走 你会后悔的 我最后悔的事情 是和你结婚 得不可以 得不得了 谁 得不得了 得不得了 我 尤其是 不得了 得不得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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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您醒了 我特别高兴 我知道 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跟您吵架了 妈 妈您原谅我好吗 你来干什么呀 我听医生说妈醒了 我来看看妈 不行吗 妈 没事吧 怎么了 儿子 我不想看见别人 我不想看见我讨厌的人 好好好 别着急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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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原谅他 我不会原谅他 好 妈 妈 你听我说 现在您什么都别想 您这病不能激动 您要想早点好 现在一定要心情平静 好不好 好 别玩 您听睡一会儿 嗯 好 好 好 行啊 妈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 你居然自己在这儿喝酒 她不想见我 她不想见我 我听见了 妈是说不想见你 可你想想为什么 你把妈气成那个样子 你不说主动去取得谅解 反而这样 你看看你现在 你看看你现在 还有一点做儿媳妇的样子吗 你以为我不想做个好儿媳妇吗 你以为我现在这样快乐吗 妈对我恨之入骨 我连一点挽回的办法都没有 老刘 做你家儿媳妇可真难 好好的生活 让你自己糟蹋着这样子 你也是咎由自取 我也很累 你喝吧 我先睡觉 我再说一次 那是一次意外 我希望妈心脏病复发吗 我希望妈住进医院吗 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 可现在已经都发生了 可发生以后 你有一点点的悔意吗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后悔过 我后悔我为什么娶了一个 根本就不懂得孝顺的 第二任老婆 你想怎么样 你别逼我说 说吧 痛快点 好 好 如果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咱就离 终于 终于说出来了 你早就想和我离婚对吗 你不想要我了 是吗 你不想要我了 是吗 是吗 你要非把我说成是那样的王八蛋 我同意 好 小强 快坐 这是我从后到丽娅给你带的礼物 谢谢 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呀 嘉明的爸爸去世了 我回了趟安徽 姐 怎么样 转了一圈回来 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 不过 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家 现在住在宾馆里 你还没有回家呀 我怕回去添乱 你知道 婆婆容不下我 她那个人吧 应该还是个比较刚强的人 光要的爸爸走得早 她一个人单进那个家 那个年代可能真的是很不容易 前段时间她住院我去看她 我觉得她老了 咱们都知道 人老了进一次医院就差一次 我们都是女人 现在也都能理解了 她的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其实 其实我不回家 还是因为老刘 南新 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你也挺不容易的 你是真心爱老刘的 你也承担了她的过去 就是我跟毛毛 以前我挺恨你的 现在我彻底想通了 也许你才是陪她走完一生的人 而我只能陪她度过那七年的时光 我们俩只有那七年的缘分 如果我没有跟老刘离婚 我也不可能碰到嘉明 如果没有碰到嘉明 我也不可能那么淋漓尽致地品尝到爱情 快乐 美好 生命的真正含义 所以你是我的恩人 我也应该感谢你 不瞒你说 我现在跟嘉明也有一些问题 我也想好好地想一想 你也一样 如果你还爱老刘 如果你真的离不开她 你一定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然后你再做任何决定 你都不要后悔 谢谢你 小强 我 我和嘉明 你会有什么人 你也想要是 你也想要是 你还想要是 我 你也想要是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周律师 谢谢你 周律师 进来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主意 但我尊重你的意见 另外呢 这个你拿着 我在里面存了三百万 没别的意思 我想你将来如果生活得不好 我要知道了我心里会难受 你还是这个样子 我喜欢你看门剑山的性格 我们这么久没见 难道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吗 抱歉 也可能是我太直接了吧 好 那咱们先聊点别的 怎么样 这次去澳洲好玩吗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你去了这么久啊 我根本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办事的 我打算一辈子不回国 一辈子不见你了 所以我联系了一家澳洲的养老院 这次去试谈合同的事情 我是这样 看出来了 你对我们的婚姻关系 确实是不抱任何希望了 心有之水啊 是的 我从家里出来 没有带走一样关于你的东西 哪怕是一张照片 可是有一样东西 我想了半天 还是装进了包里 是什么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你听我把话说完 那天 从养老院谈完事情出来 我就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 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 像一个孤独的鬼 我正胡思乱想 有一个小伙子从背后窜过来 一脚把我踹到 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 跑了 怎么会这样呢 你喊没喊警察 那个街道很僻静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喊谁 等我反应过来 脱口而出 不 我就喊了你的名字 老刘 好 奇怪吗 奇怪 我以为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可在那个时候我居然喊你 我琢磨了好久 我终于想明白了 大彻大悟 可以这么说 你其实一直在我心里 可留下的誓愿是恨 是委屈 当我冷静下来 把这些一层层的剥落 我才发现 藏在最下面的 是爱 这个比喻真好 是爱 你也这么认为 其实你也和我一样 对吗 对 我们的爱被太多的东西掩盖了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我装进包里的是什么了 我没舍得丢下它 因为它是我的家 对吧 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你是希望我留下它 还是留下它 这是我们的手里 我做的 一把手里都把手里忘了 我自己也忘了 我来说 什么呢 是 我这个手里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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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清楚了 所以你们决定继续过下去 来征求我的同意 我还不能同意 妈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媳妇 我做过许多错事 可是我知道错了 妈 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坐 坐 蓝芯啊 我承认 一开始我对你就有成见 所以你嫁进我们家 我也没给你几天好脸色看 我自己也反省啊 我有很多地方都不对 所以如果你不能原谅我 我就不答应 你能原谅我吗 妈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啊 我看见邻居家里灯火通明 穿出来一阵一阵的欢笑声 我回到屋里一看呢 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 房子里冷冷清清 孤孤单单的 我多渴望你们回来 你们回家 我们也跟人家一样 过得快快乐乐的 我们一家人 好好把小日子过下去啊 另外 我的这枚戒子 是我的婆婆给我的 我的婆婆对我不好 可是在那个年代 也不觉得什么 戴上这枚戒子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当个好婆婆 我不要跟我的婆婆一样 可是我做得不好 尤其是对你 妈 妈今天把这枚戒子交给你 你要学着婆婆身上的好 改掉婆婆身上的不好 你愿意戴上她吗 妈 我知道您今天给我的 不只是一枚戒指 您给我的 是一个家 我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妈 从今天起 我就是您的女儿 您就是我的亲妈 好 我记得 在我结婚的时候您跟我说 让我敬爱我的丈夫 我一定会做到的 好 妈 我特别高兴 从今以后呢 我不再受你们俩的加班期了 我也特高兴 我有这么一个好妈妈 特别高兴 我有这么一个好太太 妈 您把这戒指 亲手给她带上好吗 好 谢谢 我的好女儿 妈 妈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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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